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yj 减 x dot j bar 平方 这个东西跟sigma 平方合观啊 为什么它可以当作sigma 平方的简定统计数啊 为什么它可以当简定统计数 以及 为什么这个也可以当简定统计数 讲错 为什么它们这两个当h0为真的时候都可以跟sigma 平方当作简定统计数 不是简定统计数 当作估测量 为什么可以估测sigma 平方 s 平方是不是可以估测sigma 平方 在正常情况下s 平方是不是sigma 平方的无偏估测量 对吧 那你来看一下s 平方长的样子是怎么样 来看一下s 平方 s 平方是xij 点 x dot j bar 平方 相加总 i 从1到nj 除以nj-1 这个东西是sj 平方 同意或不同意 看出来了吗 我如果把j拿掉你就看得出来了 我跟你讲 大家都被这个j搞混 我把j拿掉的话你就很清楚了不是吗 我加了一个j 只是为了标明这是Dj 一个母体里头抽出来的样本 的样本 平均数如此而已啊 Dj一个母体而已啊 我把j把它加回去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今天把它拿掉 它不就是s平方吗 所以为什么它可以当做s平方的 估测量 而且是无频估测量 如果重叠的时候 这个也是啊 同样的东西啊 我把j拿掉可以不可以 我把j拿掉不就是x bar 去减到x bar吧 为什么x bar减到x bar 也可以当做这个无频 这个sigma平方 因为你已经是重变在一起 因为你已经是重叠在一起 我跟你讲 你k做三重叠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x1 bar 不是 第一个 d k个 全部都在这里头 请问一下x1 bar在这边 x2 bar在这边 x3 bar在这边 xk bar 什么bar通通通都是 都是同样一座三里头 不是吗 那个时候的xj bar 就相当于是xi的概念了嘛 通通都是自个人 都是一家人 都是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你x什么xj bar x1 bar x2 bar xk 什么东西没有关系 通通就是在同样一个 茶壶里头的风暴 所以你看重叠的时候 你看dj一个bar 跟x8 bar x8 bar可以当做是 整个的母体的一个总平均 在这个地方 通通都是同样一个母体内部的式 所以重叠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东西也是变成内部的式 这个东西更不用讲 那是内部的式 所以两个东西 通通共同具备了 x平方的形式跟内涵 所以都可以当做sigma平方的估测量 而且是无偏估测量 对不对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这两个东西 可以当做 可以当做sigma平方的无偏估测量 理由是 本来他们两个呢 形式跟内涵 本来就是具备了s平方的内涵 s平方是sigma平方的无偏估测量 所以当然这两个也是sigma平方的无偏估测量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刚刚王文宇问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不错的问题 就是 你为什么 为什么是用 命 命 你知道吗 命是什么意思啊 命是除以它的自由度不是吗 你看 你是 你是 这个 你看 为什么要出于它的自由度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我们原先讲说 我们 我们讲样本变异座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除以自由度 上学期 前面一开始也讲 为什么它的自由度是n-1 而不是n 我们除以n-1 不是除以它n-1个 不是啊 这边明明是n个 怎么是n-1个呢 所以我们除的是什么 是自由度 不是除以它的个数 记不记得 所以 s平方本身 就已经有什么概念 你知道吗 s平方本身 就已经有mean的概念了 sum of squares 除以它的自由度 不就是mean square的概念吗 所以s平方本身 就是mean square的概念 懂多意思吗 懂得讲什么吗 mean square是什么意思 sum of square除以它的自由度 平均每一个自由度 贡献了多少平方和 是这种概念啊 不是吗 所以现在叫ms 叫mean square 不是叫sum of square 对不对 对吧 有问题吗 有问题是举手啊 不要等到下课 干嘛等到下课 它们两个都问的是好问题 所以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一定会想说 对啊 这两个跟sigma平方合干啊 为什么它们是sigma平方无边固质量啊 然后还有 你为什么处理它 你为什么处理它的个数 为什么处理它的自由度 我现在告诉你 本来你的s平方 本来也就是sum of square 是处理它的自由度的 不是处理它的个数 不要弄错了 所以s平方本身就已经具备了mean square的概念 也就是平均每一个自由度 贡献了多少平方合 本身就是mean square的概念 s平方本身就是mean square的概念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mstr也好 mse也好 通通都是 都是mean square的概念 都是平均每一个自由度 贡献多少平方合 扛起了多少平方合 那种概念 好 所以才会 才会了 你看这边也是 全部去处理它的自由度 mean square 平均一个自由度 顶了多少的平方合 所以它本身都是mean square的概念 又是s平方的概念 通通都是 所以你看看我们的第11章 我们刚刚讲到 刚刚上学期的 第11章 先拿过来看一看 你看了没 这个我们说它是 f文部 对不对 第11章494页 你们刚刚讲了 这个是第一个母体的样本变异数 第二个母体的样本变异数 各位同学你看看 这边的s平方 是不是已经都是mean square的概念了 你不需要你看看 第一个s1平方 就是n1-1 然后上面是x i1-1 x1-2 你看这是s1平方 s2平方 记得要除以n2-1 你看 又是mean square 又是mean square 通通都是mean square的概念 所以s平方本身就是mean square的概念 就是我们这边所谈的 mst mse 前面都是m的概念 可以吗 所以都要除以它的自由度 这边是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穿的也没什么 就是说你要了解 把它搞清楚 它是什么意思 通通都是m square 就除以m square m square就除以m square的话 请问 是什么分布 你现在知道了吧 所以 mst 是一个mean square mse也是个mean square mean square除以mean square 根据第十一章 的概念 它一定是什么分布 什么分布 什么分布 不就是一个s平方吗 这边也是一个s平方不是吗 两个s平方去相处 两个mean square去相处 是什么分布 f分布 第一个自由度有几个 第一个自由度就是分子的自由度 分子自由度多少 不知道吧 k-1 第二个自由度分母的自由度 nt-k 就这样子啊 所以 讲了这两个多小时 就是交代这个概念 我们 为了检验k个mu 有没有相当 检验统计数是什么 推了这么久就告诉你这件事 mst啊 除以mse 就是它的检验统计数 如果这个出出来的值 大过f 得一个零件值 如果在分布 大过模一个零件值 这个零件值是f k-1 nt-k 然后右手边alpha 有这个点 如果你这个比值 超过这个点 代表它落入拒绝区 太大了 是不是代表mst啊 太大了吧 对不对 超过了 超过那个程度了 所以我们无法容忍 无法接受说 这两个东西 是约约相等 两个东西 通通符合sigma 平方的无边固测量 那种概念 所以我们无法接受 所以 我们要拒绝 说呢 你是重叠的这种概念 是不是零件值超过了 超过就拒绝了 这个拒绝的 是吧 那整个的 整个的 这个 Analysis of Violence的 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任何问题 那剩下的 就是假设检电啊 这个很基本的东西 上一期大家都很熟了 推那么两个小时 就是要告诉各位同学 为什么 知道吗 这样我们才会放心 才能够呢 去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任何疑惑 我马上提出来 别的同学可以听 有问题吗 李佳龙有问题 还是张佳龙 老板那是王家隆 张冠李贷 抱歉 有没有问题 这搜寻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就我印象所记 好吧同学来看一下 我们翻开一下 到549页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课本内涵啊 课本这边从一个例子开始讲起 那我们直接的讲它后面的概念 后面的理论 那么549页的上面那个表呢 十三十一这个表呢 它谈你有三种不同样的生产方法 那么这三种不同样生产方法的 平均的 产值啊 是有没有相等 就是549页中间那个 H0 Mu1 Mu2 Mu3 那么透过呢 你把了15个员工 然后把这15个员工呢 很random的 很随机的 把它给assign到了 分配到了 三种不同样的方法 A B C 那么每一个方法呢 就领了5个员工 就replicate 重复的进行了5次 那么每个员工 使用 一种方法 那么每一种方法有5个员工 所以全部一共有15个员工 就像表十三之一那个地方 所以呢 你每一种方法都有5个员工 然后得到的这个产值出来 我们可以算它的 每一个方法的平均 样本平均 这边你看看 第一个方法的样本平均是多少 是不是62 第二个方法的样本平均是不是66 第三个方法是不是52 对吧 然后它一样可以算你的sample variances 就是说每一个方法它的样本变异数 你也可以算出来 像第一个是27.5 第二个是26.5 第三个是31 然后开根号就是它的标准差 所以用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方法呢 我们可以去计算 可以去计算 然后来看一下552 这边开始 这边告诉你计算的式子 完全就是我们刚刚黑板上的所写的 你看13之1那个式子 xj bar 那么13之2的 是在算呢 dj个母体的样本变异数 多了一个j而已 不要被它搞混了 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复杂 只是多了一个j 告诉你dj个母体里头的样本变异数 然后x bar bar 13之3 nt13之4 x bar bar的计算 13之5那个地方 告诉你 ok x bar bar的算法呢 正常的算法是应该最前面那个式子 然后它一直等下去 可以等到呢 最后面 全部的x bar相加出于k 之所以可以这样做 主要是因为它的n都是相等的 因为这个题目 你每一个 每一个母体的样本数 都是5 对不对 所以n1等于5 n2等于5 n3等于5 所以事实上你这个13之5 那个式子可以化成为很简单的 三个x bar相加除以3就行了 但是如果 n1 n2 n3 nk 如果每一个n都不一样了 好比说第一个母体取5个 第二个母体取6个 第三个母体取10个 每一个不同的母体的n不一样 你就不能这样做 你一定要用第一个来做 东西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好 然后再来看MSTR MSTR 那是Between Treatment Between Treatment 你看到没有 它的标题 13-16上方那个地方有一个Between Treatment 意思就是说 你是Treatment与Treatment之间的一种比较 是不同肥料或者是不同班 班级 彼此之间的比较 那是Treatment Level的一种比较的 那MSTR为什么可以变成13-16那个式子呢 这是一个简化的式子 MSTR是不是 Treatment是不是这个式子 看到没 看这个地方 这个式子啊 你看 你看这边I 后面这就是J 如果跟I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I 这个Sumation可以把它去掉吧 同样的东西自己加多少次啊 I有多少个啊 NJ一次嘛 直接就这样写就好了 所以 13-6 那个式子 是这样来的 大家看哈 你们看了13-6那个式子 是不是这样来的 跟I没有关系啊 会把它拆掉 拆掉呢 乘上一个NJ好了 那自由度一样是K-1 这是个简单的写法 大家看一下554页 13-7 MSTR SSTR 是这样来的 这样一来的话 你就可以用13-7跟13-8 分别去计算 刚刚那个立体的SSTR跟MSTR 你看那个 第一个例子 你看它是不是NJ 用13-8 那个式子去算SSTR 有没有跟我在一起啊 我们现在的心有没有在一起啊 你现在心在想什么啊 你有没有想到13-7跟13-8 看了啊 13-7 13-8 那两个式子 可不可以把 刚刚那个例子的数字把它带进去 可不可以 带进去以后 你可以得到它下方 的那些数字 第一个N是多少 是不是5 那乘上它的 我再计算 哦 所以SSTR是520 MSTR是520除以2 2 2是k-1 现在k是多少 3 所以得到是不是260 看到没 所以我们讲那么多的数字上头的一种 演绎啊 这么多的推演啊 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告诉你 它怎么去计算它 那我们可以计算 MSTR 也可以计算MSE 你看看13-9 那个是 13-9 这个是怎么又变成那个样子呢 你看我们说 这个是什么同学你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看它有一个J 你如果把J拿掉的话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 这个方块里头的东西 是不是SJ平方 但是它扫除了一个NJ-1 所以你要把它乘上去 方块头的东西是不是等于这个 是还不是 是还不是 你看 我刚刚不是讲到这边吗 这边SJ 然后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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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是这样而已啊 那方块不是这一块吗 你看到方块里头 是不是这个 这个不是等于它乘它吗 这个NJ-1乘到SJ平方 然后前面再加一个sumation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得到13-9 那个式子的原因 所以MSE的计算方法 是 13-10跟13-11这两个式子来算 OK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就提出来问吧 不要闷在那边 那我跟你讲啊 你可以用手算 然后也用电脑算 你就会有成就感 你MiniTab快乐 对不对 一样我跟你讲 这一张啊 你手算完以后啊 你用电脑再跑一次 用MiniTab再跑一次 你看看 MiniTab一下子帮你跑出来 然后你手算 算了不然一天 就是它的数字 你觉得嗯 就是这样 背后的道理就是这样 而不要说你通通不手算 然后电脑帮你跑给你看 你得到一堆报表 你那感觉不一样 你要去手算 算过以后 你跑电脑 得到完全一样的答案 你有成就感 你知道了 原来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你算了MSE是28.33 MST啊是多少 260 好 260除以28.33 你看出算结果是多少 9.18 MST啊是MSE的9点多倍 是9倍多 看到没有 所以显然你知道 哇 那这个一定不会是重叠吧 如果重叠的话 两个数字应该很接近才对啊 他是他的多少 9倍多 所以显然这个地方呢 你心里有底的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哪种情况会比较多 应该是拒绝H0比较多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alpha 如果alpha是定多少 alpha是定 这个题目的alpha是定 0.05 是不是 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用p-value的算法 0.1的时候 f的值是2.81 在550页最底下 然后alpha是0.05的时候 f值是3.89 所以你看看 你得到9.18是 是相当右手边的东西 所以显然已经落在那拒绝区了 或者是说他的p-value 是远比0.05还是小 也就比alpha是小很多 所以显然呢 这是非常强劲的 而有力的拒绝 可以拒绝H0 这样懂不懂 有没有问题 怎么都只是看了我 觉得这太简单了 老师不应该再多讲 OK 太简单了 好吧 翻过来看一下 556页 太简单了 OK 所以你看他的图 告诉我们556页 在这边看 你得到了9.18 9.18以右的面积就是p-value 你的p-value很小了 远比0.05还来得小了 所以呢 紧接下来看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也是很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叫anova table 这还是要在白板上头画一次 给你们看印象才会深刻 光这样讲的话呢 像你看课本呢 这样也不太行 很多时候呢 统计学上头会问你 请你把anova table把它整理一下 我跟你讲 anova table 就是在这个地方出来了 analysis of variance table 换句话说 你必须要透过这个table 告诉我 它的variances 被切割的情形 切割成会怎么样子 现在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 第一个地方 are sources 是 sources 源头 你为什么产生 sum square的这个结果出来 那源头在哪里 第二个 这个源头以后呢 产生出来的sum square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第三个 min square是多少 我得min square之前 要先得一件事 degree of freedom degree of freedom 再来是min square 再来是f值 这个要 要起一个架势 这个架势 就是像这样的 anova table的架势 sources sum square degree of freedom num of degree of freedom 然后呢 ms min square 第一个源头是什么 第一个源头是 今天为什么会产生 这一些东西之外 第一个来自于肥料 施肥有所不同 treatment都不一样 施加的做的这个肥料不同 第二个是来自于什么 第一个是来自于 error 人与人之间 同样一种作物 施加在同样一块土地上头 难免会有误差存在 每天吃饭会不会完全吃同样多的饭 有没有可能 有谁每天吃都是 吃同样分量的东西 有谁 大概不太可能吧 有时候菜好一点吃两碗半 菜差一点你半碗都吞不下去 对不对 对不对 每天会完全做事完全一模一样吗 不会的 同样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这些误差存在 这没有办法 所以才有统计学这种概念出来 还有激励分布的东西出来 才会有一个分布 对不对 有大的时候 有小的时候 然后把它统计一下 画出一个曲线出来 就是一个常态分布 所以事实上呢 之所以会有激励分布的这种概念 事实上都来自于误差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写字 每天在写字写你名字 写一个礼拜下来 今天也写明天也写 你不相信你每天早上起来 先写一次 你这里面叫张颖 明天早上起来 再写一次 写张颖 第三天一样的 你写一个礼拜下来 你看七次 每个字都一样吗 每天写的张颖两个字 会完全一样吗 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会有误差 所以就是因为来自于误差 然后 还有一个东西叫total 好 来自于treatment所产生的平方核 我们把它叫 sstr sum of squares due to treatment treatment 第二个 sum of squares due to error 第三个 sum of squares due to total 然后treatment的自由都有几个 快考一下 谁马上说 不要看别人 treatment treatment你马上想到 treatment is about j treatment j 你马上想多少个 几个j k-1 sse是什么 马上想 xij- 这是关起我们自己的事 ij有几个 nt 然后减掉几个j k-1 就这样记起来啦 还要死背吗 里面有些同学写说 哎呀我们要背很多东西 才能够回答奇末法的题目 需要背吗 不需要背的 除了那个 那个第十章 number degree freedom 那个东西要稍微背一下 除了那个之外 对不对 其他东西都是理解的产物啊 需要背什么 你不理解的 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那当然就是叫做死背 你如果理解了以后 把它记起来 那就不叫死背 所以不要认为说统计学是背出来的 你用统计学用背出来 你背背看 看你能够背多少 一定是理解以后记下来 自由度SST多少 把这两个箱加就OK了嘛 mt-1嘛 ok 然后mean squared是什么 mean squared就是 mstr等于什么 等于sstr 除以它的自由度k-1 mse t-1 sse 除以它的自由度 几个 nt-k 那f呢 f呢 f值呢 我们知道 是由mstr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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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会谈 这个回归的分析的过程 一样也是透过 anova的概念来 analypt-1 analypt-1 t-1 t-1 c-1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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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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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va Table 整理出來的結果 變557頁最底下那個表拉 你看到那邊 他把數字填進去了 看底下數字 你發覺 他的P-Value只有0.004 非常小 比0.05小很多啦 然後 你可以呢 針對了這個 MiniTab 去跑 你看558也翻過來 最上面的MiniTab 跑出來的結果就是這個Anova Table 然後告訴你一個S5.323 這個5.323是怎麼來的呢 5.323那個S呢 就是那個Mine Square Error MSE的開根號 也就是28.3的開根號 注意喔 那個S啊 事實上是標準差的概念 那我們都知道了 MSE是不是Sigma平方的無片固測量 所以Sigma平方 應該把它當作是28.3喔 28.3那個地方是MSE對不對 是不是MSE MSE開根號 MSE如果是Sigma平方的無片固測量的話 你可以把Sigma平方當成是28.3 那Sigma是多少啊 28.3的開根號啊 5.3多啊 就是那樣這樣 R square是我們下一張再講 R square就是下下張再講 然後這個地方有 Confidence Intervals Ci 95%的Confidence Interval 95%的信賴區間 你可以對呢 這個題目裡頭的μ μ1 你可以幫他算一個 信賴區間 μ2也算信賴區間 μ3也幫你算信賴區間 信賴區間 大家同學還記不記得怎麼算 13-15那個是指告訴我們 信賴區間怎麼算 記得嗎 上學期第八章 信賴區間怎麼算的 信賴區間是不是 X bar加減根號 N分之Sigma Sigma不知道怎麼辦 用S取代它對不對 是吧 那各位同學你想想看 S的話你應該用什麼東西取代它啦 Sigma平方 我們剛剛不是說嗎 這個題目的Sigma平方就是不知道啊 用什麼東西取代它啦 各位同學這邊是觀念喔 你看 X bar加減根號 N分之Sigma 乘上 Z2分之R 這是我們所了解的信賴區間 現在你是第一個母體 來談它的信賴區間 第一個母體所抽出來的五個人 算出來的bar 叫X1 bar 那變異數我們估計它 我們假設它三個母體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Sigma都一樣 因此這邊的Sigma 通通都是一樣的Sigma 我們用什麼東西取代Sigma 因為Sigma不知道 我們用它的unbiased estimate Sigma的unbiased estimate 是誰啊 剛剛所講的MSE 對不對 不管你H為真為假 通通的MSE MSE 開根號 是不是它Sigma的 無偏估質量 除以根號N N你第一個母體是5啊 第二個母體也是5 第三個母體也是5 對不對 就這個題目來講 是不是三個都是5 對不對 然後Z Z的草表也知道 所以透過這個方法 透過這個式子 你看看 你要比說 你把62 第一個母體的mean 是不是62 翻一下翻一下 是不是62 看到沒 62 加減2.179 2.179是什麼來的 2.179是什麼 這是Z啊 Z啊 對不起這邊不是Z 由於你用MSE 取代它以後 就不是Z了 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T了 T的自由度 是不是要跟取代它的 這個S的自由度一樣 請問MSE的自由度是幾個啊 MSE自由度是幾個啊 MSE自由度是幾個啊 N 剛剛講啊 NT-K啊 然後 然後 二分之α 現在 NT-K是多少 NT-K是幾個自由度啊 NT是多少 15 這個是多少 15-多少 -3 是不是12 自由度是不是12 MSE的自由度是不是12 如果 查那個T 12個自由度的 0.025呢 去查一下 它會得到2.17 這都可以用手算 所以你看看 558最底下 那個 13-15 那個東西 你把數字一個一個 把它帶進去 你會得到 62加減2.179 乘上根號5分之5.323 每一個地方是怎麼來的 我剛剛都講過了 所以得到的結果是 62加減5.19 這個就是你在 13-5那個爆表 的那個A Level A 右手邊所得到的 95%的信頼區間 電腦 就是這樣幫你算出來的 這樣懂嗎 其他的兩個信頼區間 也可以如此 這樣子 如法炮製 這樣去計算它 報表 可以這樣閱讀它 好吧 時間也差不多了 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 講到這地方 好不好